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看到在河北曹操和袁绍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这个马腾竟然邀请宋公国加入联军 一会儿别来偷袭我吧 祖国亮终于加入了刘威 可是我想把他卖给成江 一会儿通过联姻吧 看看怎么操作 正江的特性无恶不为 威风淋漓能争善战 这个无恶不为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可以收这个韩新色小弟不错 来 咱们谈谈吧 保证吧 这样的话外交会提要很多 放眼长远只能如此了 你我已达成共识 如你所愿 刘威是时候开展外交 招邪小弟 有人愿意统一啊 这个刘丛不用打了 直接把他地方占了 就这么办吧 我等天命已尽 必先寻求庇护 不错 刘威不为吹灰之力 就通定了刘丛 看王朗的 这样拿了金马 又可以愉快地修房子了 哎 巴东这块地要不要卖你正江算了 先前王朗的和这个刘丛的部队都给裁撤掉了 现在刘威在上供养不齐的和督部队 想了想这个巴东还是卖给正江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 不用再升级了 取消掉 请坐 我们谈谈吧 拿正江的这个山东乐安 换巴东 还是不错的 还是贸易赚钱快 如此甚是慷慨 多谢了 等级提升 哎 这不是提升了吗 怎么又不提升了 哦 可能是跟交易了一个非有关吧 这个刘备通过吞并和收购了 得到了大量的人口 呃 不对 人才 人才 好 刘备可以签新的贸易协议了 这个钟离上场快完蛋了 不用给他签 妙啊 跟这个划新签就可以了 这个字是设练心嘛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如你所愿 刘备可以给其他的派系签一些 欢迎 唐流 户部侵犯 或者是军事通行权这样的友好条约 好 准了 来维持和平 当然这是刘备的和平 当然这是刘备的和平 妙啊 这很合理 完了在这还有这部队赶紧给他拉回地盘 现在收回去 你活动 雕蝉住守鬼海 我们如狼似狐的 土匪大军 准备直铺制 分发一下装备 刚才脸掉的那个地方 我探手把他换个位置 这种开门的建议就是纯浪费钱 我们的土匪要对重镇巴东进行土匪化改造 这些部队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要撤掉一会儿投入北方战场 高顺的这伙人继续按照原计划洗取江南 呃不对 应该叫江东 对董卓发动最后一击 董卓马上封面让我们怀念他们 我这个派系等级怎么还没有增长看一下差一点点再升一个建筑就可以了 好我成了肥手 这个词似乎不是很健康 这个父王一口让诸葛亮坐还是先派给人先坐着 洛骏老苦功高跟随我多年 让洛骏先坐着父王 其他人好像都不怎么行 其实土匪派系最好的父王就最好是那种能增加补给的 全传增加补给的 可是好像没有这样的人目前 先派洛骏去坐还是先派个太守随便派一下 然后这个父王先控着吧 一会儿把祝格亮给从刘备那里 此乃我放心意 还望笑纳 祖下欣然介绍 立我的贝卡欣喜 你还坏呀 你还坏呀 宋公国和魏公国签订合约 那岂不是宋公国要全力对付正江了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吕木真行时不时冒出来一下 又有了新的太守卫 可以找个地方放个太守 放东海吧 赶紧把王朗的这几个人给拉回来 正在行进 这一伙人终于快满园了 来 拿下北海 4000块 洗劫城镇9400还可以啊 这一波赚了一万多耶 收获颇分 北海的建筑修缮一下 这个税楼给他留着 土匪最喜欢这种降低公共秩序的建筑 在淮南再招一波部队 帮助这个高顺拿下江东 好 高顺拿下江东地盘了 一个激情军就能到这 这个地方应该离上海很近 这个部队讨伐董卓 一路从西安跑到了洛阳 现在准备渡河去河北作乱 考虑再三 这个父王还是让骆俊先做吧 我得想办法把刘备的诸葛亮给弄过来 那应该先过继一个女的 做正江的女儿 这个司马安平 没有老公 34岁可以 过继过来 你看过继被上正安平了 然后一会儿刘备再把这个诸葛亮 给过继了 就可以联姻了 完美 正江派系现在人才紧缺 给阎白虎找个老婆 扩充我们的人才库 阎白虎的这个老婆叫文宁月 派去当差 升升级 这个诸葛亮的未婚妻叫正安平 称号是江湖狼种 这个称号很不错 我方静后足下答复 52个粮食 可以赚它一大堆 把原交易取消一下 然后换成粮食交易 看看能给我多少钱 1700 那我们感谢曹老板给我们的资助 刘备在进行了长徽盖楼操作后 是该考虑怎么把诸葛亮 诸葛亮过给正江了 诸葛亮呢 是庞统还是诸葛亮比较好 过给正江 还是诸葛亮吧 诸葛亮能增加这个补元 你看15军队补给 庞统是增加远程攻击力 除非的远程不厉害 要是恐龙的话 可以拿庞头 要谈些什么 国际社会不汉好这次联谊 如此能带来诸多好处 此即兆也 刘备冲了这么长时间地 是不是该搞搞经济了 进行一下商业改革 这刘备冲了 这刘备都快成修炉专家了 这个骆骏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 留给骆骏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一会儿我们的诸葛亮 有的是机会做成像 在山东的部队继续攻打袁绍 消灭敌军 为天下黎民 大意将临 莫敢不从 悲哀的土城被洗劫过了 这个期末就算了吧 饶他们一面 这个董卓最后的残渣在此 最后一击 阿弥陀佛 动作覆灭了 此诚 归我军所有了 正将的部队可以先扫黄 赚点外快 这个高顺终于可以在江东攻下一个逼远 传奇 这个土匪修楼是真的慢 搞经济建设还是在看朝廷派系 说到经济不是说贸易赚钱快吗 跟汉帝国签一个吧 好像还行钱不多 我方同意了 吕布过来 大桥 不错 现在我们人才积极 派吕布这个不安分的家伙去做个太守吧 我们安排吕布回他的伤心地长安做太守 吕布当年就是在长安被李爵郭四之流给赶了出去 这个王朗终于能回到刘魏的地盘了 好 射军 请进 可防平息 游客分口 留个眼南方 还有一股黄金乱军 这不是把地盘送给你吗 招募一支军队吧 把黄金乱军的地盘给抢过来 徐树做军师 魏延 应该派个张飞吧 张飞比较猛 这个徐树跟张飞竟然不对 好 日命这支部队肩负起江南扫黄的重任 这个钟离上上只有一个城了 我们把正江派到这边来 然后让这个高顺攻城 正江可以隔江支援 计划很完美 芬的ASON Environ 惨火 cler acredan 也要一下 电影 这个 dynasty 大家力拔 好好 对 这 disciplinar 没关系 双目 運 这个袁绍在山东长期没有任何人防守啊 那还把他地方都给吃掉 拿下东来没有问题 这个就攻打袁绍的小弟袁坛 我们也算是替恐龙报了仇 这片地是狼牙郡的 那卖给刘备吧 让刘备的粮食产量多一些 免得老象正想借粮食 这一伙人经过了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河北 我们第一个目标是上党 管理的城镇太多 真的是相当的费力 刘备军队的集结速度好慢啊 长飞现在像这么点人 又到了正江时间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有人围正江的城 这些人啊都是提款机 好不意外轻松起身 你看1000多斤 不知不觉间正江的恶名 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 这样的话 现在正江的部队 全体部队不愧 这就是一群高达部队 萌得很 保持原样 好现在彻底占领了山东 跑得太慢了 竟然还够不到 再等一回合吧 现在全体就位 是这样 这个山东如果袁绍来打我的话 我可以把他卖给刘备 让袁绍扑个空 所以山东不需要那么多军队 把这些人都给撤掉 留一个军队就可以了 在河北的这伙匪军长途跋涉 终于可以占领第一个据点了 占领区点后立即招兵买满 这样才能横扫特别逃灭袁绍 哎呦 这个土匠袁绍已经六级了 这个袁绍应该是袁绍的侄子吧 是袁树的儿子 那就是袁绍的侄子 我们派袁绍的侄子去攻打袁绍 岂不美哉 所谓杀人诛心不过如此 你看袁绍这艘船 果然是没来山东啊 刘备继续发挥他盖绍的特长 这个张飞还没有集结好 再等一回合吧 好 是时候攻占剑叶了 你看成江可以支援到 竟然不投降 那就只能洗劫城镇了 你用某些不要脸人的话说 这叫做人道主义战争 现在江东的大势已经平定 这个许什么的小喽喽 顺刀一起收拾了吧 把正江派过来 好 这些伙人在河北已经扎稳了脚跟 看一下我们的盟友张燕是什么状态 在跟袁绍开战 你看 不错 说明在北方还有人分散袁绍的注意力 给我们洗取他的城镇 想快点逃命袁绍 我觉得在河北还要再部署一支部队 这一伙人出城埋伏 然后再招募一支新军 诸葛亮吕布可以登场了 哇 这是全明星阵容 这个贺言是可散了点 不过他是土匪 可以增加抢劫的财产 我计划把北海卖给刘备 所以北海先升级贡堂 因为贡堂这个建筑是刘备不能造的 所以让郑江先把他收到满级 再把这个贡堂卖给刘备 这样刘备收了小地 就可以多收一些保护费了 不用管 张飞锁部终于人满了 走 讨伐黄金乱军 诶 袁绍在这个位置是准备偷袭哪 不知道他要打哪 所以咱们就站到路中间 看看 看一下情况 袁绍的清兵在河北 扎营 我派吕布来支援一下此地 然后把这个高杆给灭 好 又覆灭了一个派系 怀念他们 就地埋伏 看袁绍会不会过来 到时候可以又待一个大鱼 看看袁绍会不会像他的兄弟元树一样 像头罗网 这个吕布的满意度不高啊 给他封做官吧 大将军 好 是这个平定三无了 这个许昭 你的石身到了 呦 雪战西外 赶一下这个援兵 哎 跑了 然后再拿下此地 跑 占领三无之地 哎 他打不倒他 没事 他下边又会自己来送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 时间已经很久了 遇至后事如何 且看下会分解 我认词 我认词